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个青山脚下闹钟许静 静中又带着繁华的小城市 Los Gatos 这是一个浓郁西班牙风格的教堂 18世纪晚期 西班牙殖民者就是在这儿建立定居点的 1840年 Los Gatos成为加州淘金热的重点地区之一 吸引了大批的移民和投资人 1860年在这儿建立了一个小镇 后来发展成为现代的城市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文化气息的城市 这里有许多的画廊博物馆聚乐音乐会 还有其他活动的场所 我们现在在Los Gatos的Old Town 看到这个大牌子 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西班牙式的老建筑 西班牙建筑多用红色的砖墙或者屋顶 通常还有小小的花园有喷泉 这里的咖啡馆集市老建筑 完好的保存了19世纪小镇的风情 带你回到过去的时光 午饭时间到了 我们到Los Gatos Downtown 这是泰国餐厅 我们吃帕泰 Los Gatos Downtown它小巧精致 跟咱们很多的 Downtown都不太一样 这边呢有不少的餐厅 法餐意大利餐比较多 亚洲的饭馆还真不多 中餐我就没有看到过 这个 Downtown午后坐在外面 阳光音乐有种度假的感觉 Los Gatos Downtown它是非常有历史的一条老街 两边的建筑你像这个房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它现在用作一个餐厅 里边是可以用餐但最重要是外边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你像这些树旁边都挂了这个彩灯 那这边灯一打开非常有气氛 Los Gatos的街道宽敞整齐 沿途有好多漂亮的房屋还有商店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条 Santa Cruz Avenue 这条街两边有很多的高档商店 餐厅 咖啡厅 当地的居民还有游客 都在这边购物休闲 Los Gatos气候非常宜人 由于它处在山谷之中 冬季温和湿润 夏季温暖干燥 这就可以让当地的居民一年四季 都享受当地的乐趣 可以钓鱼 游泳 露营 城市四周有很多山 也可以爬山 室内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湖 Lake Lark 也有好多的公园 游乐场和运动场 我们再去旁边看看新房子 我刚才走出来的咖啡馆九富圣灵 里边有一台古老的咖啡机 除了咖啡特别好喝 很多人也都在店里和外边 街上坐着晒太阳聊天 Los Gatos的中卫房价是285万 这里面最大的企业是奈飞公司 Netflix Los Gatos美丽宜人不容错过的地方